我们已经开始了 这是什么呢 万众期待的hostel 终于开始了 其实也没有那么万众期待的 我们刚才去楼下取了个快递 看看我们给新家吃饭了什么东西 熟悉我们的老粉都知道 我们这个新家 去年就已经开始装修了 去年的疫情期间呢 我跟小雨在线上完成了梦幻联动 我们两个呢 独立把这个室内的设计全部都做完了 由于去年呢 我们都在忙其他的事情嘛 然后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去 跟装修进度 对跟装修进度 所以导致呢 我们的装修呢 一拖再拖 最后的最后 终于在今年的3月份 我跟小雨同工的入住了这个新家 今天这一期呢 就带大家看看我们的新家长什么样子 我们一起走吧 因为我们这个房子入住还不到一周 一周多一点 好多东西还没有置办全吗 因为之前我朋友建议我说住一住 感觉好了以后再买 要不然的话会买太多 所以我们现在家里面 软装的完成度应该在50%左右吧 都不到 嗯 30%多的我感觉 对 所以有些东西可能还没有那么全 我们的锁也还没有换 其实已经买好了 也没有时间 这就是我们的新家 带大家来看一下 这边呢是一个小的玄关 然后呢平时就是用来放一些鞋呀 拖鞋之类的 然后这边我们打算做一个鞋架的这个地方 但是现在还没有做起来啊 然后上面是一个洞洞板 这是那种长方形的洞洞板 然后可以放一些围巾啊帽子 挂一些东西 然后挂一些小的摆件之类的 然后 嗯 这边就是我们的厨房具 因为我们的格局是那种小户型的loft 其实也不太能做成U型和L型的 嗯 然后我们为了就是省空间 所以就直接做成一排的 洗菜区 切菜区 炒菜区 这边就是冰箱 这边上下都做了一个柜门 作为一个储藏用的 给大家展示一下高科技 这个是我们当时就是做完所有的 嗯 灯光以后发现就是切菜这边是背光的 然后后来我们就临时补救了一下 就是买了一个灯条 让师傅帮我们装上去 因为灯光的话要提前预埋线吧 师傅帮我们再从这边调了一根线出来 这个台面最开始我们觉得蛮丑的 但是现在看的还不错感觉 是那种奶白色那种十英式的 这个是我们买的晚槽 黑色的也是十英式的 我最爱的一套刀具 还有厨具这些都是一套的 这边会有一个咖啡机 然后还会有许多好玩的东西 搜集很多小的冰箱机超级好看 叮叮 慈禧的这种小的画架 里面就不用看了 里面没什么东西 让我不看看 里面就大口可乐酸奶 还有一些过期的菜 上面还有一颗蛋 对上面有一颗蛋 这个蛋还蛮好看的 我发现摆在这里 这个冰箱是我挑的一个复古冰箱 上面就是我们最近打的支付架 其实我们这边还想放全挂的架子 还没有挑好到底是买黑色还是铜色还是白色 对 大家如果觉得哪个颜色比较好 可以扣在蛋布上 这边有什么东西 有我最爱的宝宝啤酒 然后有我们的咖啡杯 还有这个 是我们最近都有在吃的一个维生素 去年不是有一段时间我 你便秘 我知道 我便秘超级严重啊 就是严重到半夜在马桶上哭的那种程度 因为经常熬夜也很少运动 后来小张就在Lemon Box上 给我们两个都下单了这一款维生素补剂 这个产品呢 是先在微信小程序上做一个调查问卷 然后这个调查问卷 会根据你平时的生活习惯 还有你的身高体重 去给你量身定制日常所需的一些维生素的剂量 如果说吃了太多的保健品 也很容易对身体产生过重的负担 我当时配的呢 主要是维生素BC 最近益生菌和盖剂就是用来调你肠胃的 小张配的比较多 我却的比较多 谷了一下维生素C 然后盖 还有这个叶黄素和葡萄籽 放在这里早上喝水的时候 就会看到也不会忘记吃 我这喝已经吃到11天了 最近真的肠胃改善很多 有养生意识的年轻人真的可以get这一款 评论区还有福利可以领取哦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多功能小喷多 我们选一个东西啊 主要是为了考虑 这个loft的空间不是很大 然后呢 我们希望呢 有这么一个东西能够同时兼顾我们办公 然后吃饭 然后首先呢 它还不能占用很大的空间 所以我们选择这个餐桌 这个餐桌可以再打开一次 到吃饭的时候呢 我们会这样 让它变身成餐桌 这变成这个样子 这样呢 我跟小宇一人坐一边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小排凳 其实原计划我们设计的是这个下面是餐桌 然后冰箱放在右边的 但是后来我们为什么改了呢 是因为这个地方有瓷砖啊 这么好看的瓷砖 如果拿一个东西全打成不就很难受吗 对后来我们就改变了这两个的位置 但是吊动的位置其实我们原来已经打好了 才能看这个位置其实是在这里 所以后来我们非常机智的又选择了一个网络 然后结果把这个线拉过来 看着还蠻有意思的 这样就还在餐桌的正上方 这个吊桌我也非常喜欢 这个是我在网上挑的一个很复古的一个日系的小吊桌 大家能看着上面有一种机理 跟贝壳一样的机理 白白的又简约又好看 然后它的这个底座还是黄桶的 下面给大家来讲一下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小宇送给我的礼物 因为我很喜欢这个月亮镜 它的机理感很好看 当时小张在淘宝上刷到这个月亮镜的时候 跟我说哇塞好好看 然后我就在他生日的时候 我就想到不然我买这个镜子送给他吧 收到礼物的小张并没有很开心 他觉得他又不需要照镜子 我只是觉得他很好看而已 但是你不想让他作为生日礼物送给自己 对 但是你现在使用这个镜子的频率比我高多了 我基本上不怎么使用这个镜子 但是我觉得家里有这么一个东西就是很提升档次 这种东西是属于平时舍不得花钱买 买了就觉得真的不是还心 我觉得真的还挺好看的 这个是我们给摩卡买的藤窝 我感觉有点忧郁 摩卡不喜欢睡觉屋 她喜欢睡在沙发上 对 我们现在不让他上沙发 然后晚上我们睡觉前看到他都在窝里乖乖的睡着 但是我们早上醒来的时候他必然在沙发上躺着 沙脸 哇塞 下面由我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高层市井房 外面才是楼 不过我们这一栋还好 其实师傅说我们这一栋是这一片最高的楼了 因为周围好像不让建高楼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这一栋可以建高楼 就是整体的风景还是很棒 对 然后采光超级好 视野也超级好 这个沙脸 每天都要拉你吧 然后我转向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一字型厨房 这边就是上楼的楼梯 然后这边就是我们的主要的卫生间 就是大的卫生间 对 对 我们要洗澡了 对 然后这边就是我们在楼梯下面做了一个 这是空间楼的下面做了一个收纳 收纳的空间 就是我们把洗衣机 洗衣机就在这里面 然后就是卫生间 开灯 开灯 这个是我们的卫生间 然后就是一个聚能镜 就是化妆的手机 这边 这边我还是觉得如果大家有做卫生间的话 可以就是让墙突出来 然后直接跟这个接屏 我们这边就有一个尴尬的缝隙 所以现在做了一个移动的推车来填补这个缝隙 浴室好像没有什么好介绍的 对 一个上一楼而已 厨房这个位置往上就是二楼的一个天井 等一会我们可以从上面往下看 看下二楼的感觉 好 从这个箱子上看 然后我们在二楼呢 还做了一个卫生间 这是方便于我们平时洗漱的 这样就可以不用来回来去跑了 然后夜里想上做 就可以直接进去上 对主要是为了夜里起夜方便 做了一个小卫生间 然后这边是我们隔出来的一个次卧 次卧就非常的紧凑 现在是我弟弟在住 他偶尔会过来过夜 所以买了一个小床放在这里 就除了一张小床和一个桌子 放不下别的东西了 然后呢 这是一个走廊 小走廊 连接主卧和次卧 这里我们做的是一个小天井 做这个天井呢 主要是因为我们这个格局 不管怎么做次卧 它都是采光和通风会非常差的 然后我们考虑说采光就是通过主卧这边 所以做了两个对开的大窗 然后呢这个大窗打开呢 还可以跟楼下的天井进行一个空气的流通 采光和通风问题一起解决了 这边就是我和小张的主卧 现在东西还很空 这里以后会放一个小小床 会有台灯啊一些小的东西之类的 然后这边还会有一个电视 电视也还没有买 正对卧室是做了一个组合柜 然后里面凹陷进去就是放电视的地方 因为当时我们在做这个设计的时候 想要充分的利用每一寸空间嘛 然后这边是楼梯 其他的那个条高必须要至少要两米的高度 然后这边我们做了一个斜坡 其实这个斜坡就是从卧室里面借出来的空间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 其实是从这个柜子里面借出来的一个空间 就是这里是这里就是刚才那个我们看到那个楼梯的斜坡 下面就是那个楼梯的位楼梯的那个空空的地方 我觉得我有说清楚了 嗯好像有吧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小台阶往下 其实这个空间正对的就是我们楼下的休息区域 这边的条高会高一点 然后楼下的休息区域我们把它压缩的更小一点 就是会更感觉更温馨一些 这个地方其实跟我身高是差不多的 我们最终还是选了他他里的床 然后这个台路架是10厘米高的 大概是这个感觉 还有什么想介绍 现在还很空 对现在还很空 看一下我们进去进去 进去什么吧 那我们是不是介绍完了 对 去年大家也知道我们录视频的那个环境 就是一个很小很小的房间 然后那个房间也是被阴的 所以就是不管有晴天还是雨天 那个房间都很潮湿 然后这边我们因为像阳的嘛 所以就是每天都能晒一下 晒到太阳就感觉很幸福 那我们这期的house tour 就到这里结束啦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观看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天使の髪の毛揺れる